很多乡村的女孩一般小时候在无聊的时候,都喜欢下壳摸黄扇,因为这种事情不但很好玩而且还很有成就感,并且这项活动是她们小时候经常玩的, 但是有时候结果是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的,就比如今天要说的这位女子,在摸黄扇的时候发出了杀猪一样的尖叫,下面让我们一起来,看看这位悲催的女子,虽然该女子只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就没有读书了,但是凭借着自己的长相还是能在大城市找到一份工作,这个假期她回来了,女子本来在广州打工,是当地的一名女白领, 这几天公司集体放假,所以女子估摸着自己也很久没有回老家了,所以整理好自己的行李,脱下自己的白领装回到老家农村,该女子一回到自己的老家就激动得不得了,急忙约上几个儿时好友一起去河边上去安,一道河边的泥巴草丛旁,该女子就显得特别激动,立马摸索起来了, 虽然女子已经离开家乡多年,但是抓黄扇的技巧是从来没有放弃,果然没过多久,她就感觉自己摸到了一条大的,她一把手抽出来,突然发出了一声尖叫,原来她摸出来的并不是一条黄扇,而是一条凶狠的鱼,只见到该女子的手完全被这条鱼给咬住了, 看女子的表情真的非常痛苦,仔细一看,原来是一条甲鱼,我们都知道像这种动物,一旦咬住人是难以松口的,对付这种动物小编也没有办法,除非我们采取暴力手段,把它炖了吃了,甲鱼汤的味道可是很不错的,最后总结我们下水去玩,都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啊,不能因为过于激动而盲目地去干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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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